社会我嗨哥良心片子多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窥探人性的犯罪惊悚片 楼下的房客 我们的男主大华哥是一家出租屋的房东 而他的房间里一共有六家住户 值得一提的是 大华哥在每一个房间里都安装了摄像头 他可以目睹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这六家住户分别是整天想要得到超能力的迷糊帝 还有一对年纪相差很大的男童性恋 另外还有一个靠出卖身体维持生活的懒惰姐 以及患有恋童癖的老王和他的小女儿 还有一个大学的教授 最后一位是清纯漂亮的邻家小妹阿花 这天大华哥一时兴起 在监控室里观察起了阿花 本以为可以看到一些福利镜头 却不曾想到的是 阿花竟然是个变态杀人狂 被他看上的男人都会被烧掉敏感部位 然后再肢解 而大华哥看到了这一切并没有觉得吃惊 反而像是遇到了知己 对阿花颇有好感 于是他打算把事情搞大 给恋童癖的老王下春药 让他对女儿控制不了 再给妄想症的迷糊帝下安眠药 让他误以为自己真的拥有了超能力 然后又把迷糊帝的一根毛放在了同性恋的床上 让他们以为对方出鬼了 然后他又把所有的房间的钥匙都丢在了射鬼龙套哥的房间门口 龙套哥啥也没想 就跑到了懒惰姐家里 把她的日常用品给舔了个遍 本来阿花一向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的 可这次他竟然绑架了老王的女儿 可是还没有准备 自己就被大华哥给偷走了 当然大华哥并不是想救女儿 他把女儿藏到了龙套哥的屋里 等老王来龙套哥家里找女儿的时候 却发现女儿已经被龙套哥给捂死了 于是二人就打了起来 结果老王又被龙套哥给打死了 这下是彻底的乱成了一团 很快警察就找到了这里 在大华哥和警察的交谈之后 我彻底的崩车了 原来全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叙述都是大华哥编出来的故事而已 他就是给警察讲了一个故事 而大华哥以前还是一个心理警医 也就是说警察中的心理医生 而他因为追查一起变态杀人案 去了精神病院做卧底 由于长时间没有出来 而被当成了真正的精神病 彻底的留在了精神病院 多年之后警方偶然发现了大华哥的真实身份 终于放他出了精神病院 可是这时的大华哥却真的已经精神异常了 其实老王和懒惰姐是夫妻 同性恋也只是苏职关系而已 所有的人物关系都不是之前所说的那样 而最漂亮的杀人狂阿花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 因为他是大华哥死去多年的女儿 所以真正的变态杀人狂 其实就是大华哥自己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点关注不迷路 跟着嗨哥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 想看完整影片的朋友 公众号八景是回复楼下的房客就可以了 关注我海哥 杨心 杰子多